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如何用明暗表現出一個東西的立體感 那我們要用明暗去表現出一個東西的立體感 首先得思考一下 在這個空間中光的方向是什麼 打比方說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光的方向是從 上往下打到這個東西的話 在定出光的方向之後 我們應該要開始思考一下 這個物體它面的方向 打比方說這個物體它 這個面當然是自然是朝上的 這個面是朝斜上方 這個面是朝側方 放在立體空間中就會看到是這樣的 比如說這個面是朝上 這個面朝側方 這個面也是朝側方 這個面有點朝斜 斜上方一點點 好 你現在知道光的方向 以及面的方向 你接下來要開始思考的是 面的方向與光的方向的相互關係 這個面它是正對著光的方向的 所以說呢 它在畫面中會是最亮的這個面 這個面呢 稍微離光的方向這樣子走 它跟光的方向形成的角度 稍微大一些 所以它會顯得再暗一點 光的方向這樣子走 這個面與光的方向又更大 所以它會更暗 在開始畫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好 這個朝上的面 因為光的方向 這樣子走 它正對著光 所以我們讓它留白 它是最亮的 那這個面稍微 離光的方向遠一點 所以我們把它畫 可能會 相對來說深一些 但這個面呢 離光的方向更遠了 所以我們把它畫更深 那 以說一個面跟光的方向的相互關係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光這樣子走 這個面的方向是這樣子走 中間形成是90度 那這個面呢 光是這樣子走 那這個面是這樣子走 也是90度 既然它跟光的相互關係是一樣的 這個面也會是一樣深 所以我們把它也畫一樣深 這都是有根據的 那畫到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要呈現它的立體感 這兩個面你把它畫一樣深 會顯得沒有立體感 所以說我們要想個辦法 讓說這個面跟這一面不同的明暗 那這就到了我要講的一點就是 給不同方向的面 不同的明暗 會給東西帶來立體感 那我就打個表現說 好 我們在這裡 再開一個光源 相對來說 微弱一點的光源 所以 讓這裡 會顯得比這裡亮 呃 就是這個面比較亮 這個面比較暗 那這時候我們就有道理可以說 OK 那這個面會相對來說 再暗一些 這樣子看 才看得出來說 OK 這兩個的確是很不同的面 那它的面相大概是 怎麼走的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立體一些 那接下來在同樣的空間中呢 如果我們要再放入 另外一個東西 打個比方說 一個長幫碟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面 它的走向 面相 是跟這個面一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它畫的 也是一樣的深 如果說它們都是 同樣顏色的 物體的話 也是一樣的深 你如果畫得太淺 又或者是太深的話 那別人看到這個畫面 就會覺得怪怪的 它不一定說得出來 為什麼怪怪的 那它看到就會覺得怪怪的 怪怪的原因就是因為 應該是一樣面相的面 應該要畫一樣深 但你卻沒有畫一樣深 所以說 第二點我要講的就是 畫中同一方向的面 畫一樣暗 今天就大概講到這裡 這就是如何用明暗 去表達一個東西的立體感 謝謝大家 對 對